他叫王大勇 是比利时乒乓球国家队的主教练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作为北京乒乓球队的主力 机缘巧合 他就开始了比利时的执教生涯 一封这么长的电报 是电报 因为当时没有这个传真 他满腔热血 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残酷的现实 却让他饱受打击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训练场地 都是去租这些体育场 他克服重重困难 坦然面对非议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比利时乒乓球队在他的带领下 问鼎整个欧洲 跻身于国际前列 一方面是传播体育技术 一方面是在做中心文化交流 欢迎收看本期 《华人世界乒乓使者》 王大勇 我们华人世界试制组 这一战来到了比利时 在这个面积 约三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人口达到了一千两百三十万 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 有一项体育赛事 曾经问鼎整个欧洲 基深于国际前列 那就是乒乓球 然而他能有这样的成绩 完全得以一位华人的功劳 他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 比利时乒乓球国家队主教练 王大勇 我们的采访是从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 一个乒乓球俱乐部里开始的 王大勇正在对球员们进行训练 王大勇说 比利时的乒乓球队 与中国的球队有所不同 球队隶属于乒乓球协会 运动员们都是出于自己的爱好 来参加选拔 平时的训练地方 也就在各个俱乐部里面 而且就算成为了球队的队员 他们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 现在训练的这些球员 都还只有十岁左右 是球队的后备力量 他们也都是利用假期来参加训练 训练完小球员们 王大勇带记者 来到俱乐部的另外一个训练馆 在这里训练的 都是球队的主力球员 王大勇正在指导的这位球员 叫做赛福 对于全世界的乒乓球运来说 这是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 自1988年 乒乓球正式进入奥运会赛场以来 他从来没有学习过任何一些奥运会 在上世纪90年代 赛福是极少数能让中国乒乓球 男单金牌成为悬念的欧洲人 并且多次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赛福能有这样的成绩 也是王大勇一手训练出来的 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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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因为王大勇 让比利时的乒乓球迷热情空前高涨 也在比利时掀起了一股 学习乒乓球的内潮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有五分之一的人 因此学过乒乓球 一位华人 为什么会在比利时 教授乒乓球呢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王大勇 1945年出生于北京 18岁获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男团冠军 28岁从北京队退役后 担任北京旅队主教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应一些国家请求派出 园外教练 王大勇接受派遣 1972年那个叫乒乓外交 就是那时候打开的小球转动地球 我也参加那个活动了 在1973年 就第一次组成园外足 一共在我的印象里 派了20多位教练 分布到这些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这些国家 同时出去了20多位教练 还有欢迎 王大勇去的第一个国家 是索马里 执教三年以后 又今后在智里 厄瓜多尔等 20多个国家 交手乒乓球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1989年 一封来自比利时的电报 接触了王大勇 长达十多年 奔走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生活 一封这么长的电报 是电报 只因为当时没有传真 然后我还找人 发现都是法语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缺一个 我们经过三选 你是第一位人选 喜欢不喜欢来 就这样受聘 就来到比利时 当时已经46岁的王大勇 怀着满腔热血 来到了比利时 凭着多年圆外经历 他对平方球队主教练 这份工作很有信心 简单的了解情况之后 就带领着当时12个球员 训练起来 然而在文化和习惯方面 亚洲人和欧洲人 存在明显的差异 几天训练下来 让自信满满的王大远 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 我在我脑内忽视这个问题 中国是专业的 上午练完下午练 那时候基本上晚上也练 有的时候叫自由练习 有的时候叫规定练习 能量相当大 外国人吃不消 他们没有这么多时间 他们只有下午练 练两个钟头 或者再多一点 不能再多了 所以我就把计划调整 时间基本上接近 欧洲练习的时间 因为我很快就弄明白了 因为时间上计划上 都变成短和金 这么练 调整好训练计划 球员们的训练 总算是正常了起来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世界平坛是由 瑞典 法国等欧洲国家 与中国日本等 亚洲国家 共分天下 然而在彼此 乒乓球却是一个 不太受关注的体育项目 这样就拥有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出现了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训练场地 都是去租这些体育场 中心 人家下午篮球打完了 我们打冰包 打完了把球台还得给人推回去 一直这么多年 都是这种 硬件条件很差 但是呢 就是训练时间没有 比如你想 星期五下午练 星期六练 举例子 没有场地 没有球台 面对场地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 王大勇跑了很多个俱乐部 寻找有条件的俱乐部来进行训练 解决了场地问题 王大勇又开始研究训练方法 他根据欧洲人的运动特点 发明了气棒训练法 所谓气棒训练法 其实就是王大勇 从拉拉队找来的气球棒 根据击球的位置 找成几个点 让球员们反复击打 让他们形成惯性机 这个方法就是让他体会步伐手腕转动 击球时间在一刹那让他反复体验 然后他上桌子以后他就体会快了 击球这儿 那就是对方球比较高的时候要击球这儿 往上击 摩擦球的中上步 假如球比较低的时候摩擦球靠下一点 另外球高的时候让他变重心 他球以来现在欧洲人普遍打高球都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重心下不来 这个我会盯着他在徒手动作的时候这么练的时候会了 再碰球很快就会上路 表面的项目很慢 我的小孩打很久都不会 这个训练方法让这些球员们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整个大环境下 很多欧洲人对中国还不太了解 甚至还带着误解 比利时当时的舆论环境又给了王大勇很大压力 他们有一种舆论有一部分 就是说中国乒乓球是世界最高水平 是世界冠军的队伍 但是中国人的文化和思想思维和我们欧洲人不一样 中国人的教练 他们这个记者有这种舆论经常时不时出的 报纸中我印象也登过 就中国教练可以教中国人 但是中国教练教我们西方人很难 当时我也有一定的压力 面对重重的阻力 王大勇依旧信心满满 他的这份信心源自于中国的乒乓球水平 和他十多年的海外援教经历 为了尽快提高训练成绩 王大勇开始寻找有潜力的球员 经过集中的训练 他相中了一个年仅十九岁 叫做让尼希尔赛福的小伙子 当时他的世界排名大约在四十位 然而这个尚未在世界拼盘展露头角的年轻人 也对来自中国的教练充满了抵触情绪 王大勇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他决心先从赛福身上抓起 专门为赛福量身定制的训练计划 根据赛福一米八一的高度优势 赛场上兴奋度高的特点 提高他前臂和手腕的能力 要求他强心上手 以凶猛快速的进攻来解决战斗 冰方球呢 是个短小快的一个项目 要体现出个速度快 另外欧洲人强势就是力量大 在训练当中 你要训练有计划的 把力量弧圈球加进去 因为训练有了针对性 赛福的进步非常快 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 彼此之间加深了解 赛福也慢慢消除了 对王大勇的抵触情绪 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到赛福家 他家当时很小 我们只有一个床 就一个小单人床 我就说这个你睡床上 你明天还得睡那样 他坚决不让 他说那不行 我要这个 这是你是我的老师 是我教证 你必须得睡床上 我睡地上 就这样 我一去他家 就睡在床上 他睡地上 我也挺受感动的 就这样加班加点 到他附近的小俱乐部 抽人家补电球的时间打 就这个对他的提高 和这个交流中的 这个交换意见 跟他指导 树立他的风格 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经过训练和总结 加上一些国际性比赛的历练 赛福的成绩也开始突飞猛进 1993年时拼赛 赛福拿下南丹亚军 1994年 击败当时七十正胜的瑞典名将 瓦尔德内尔 获得欧洲乒乓球锦标赛 南丹冠军 创下了比利时拼弹的最好成绩 在与赛福磨合的同时 王大勇也在想各种办法 与其他球员拉近距离 他不但接吊了自己多年的烟酒嗜好 还想办法了解球员们的喜好 他们业余时间比如比赛 出去以后 他们外国人不像咱们中国人 或者在房间待一会儿 看看电视 他们就聚群 底下咖啡厅喝 什么玩聊 打扑克牌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三缺一 一样跟咱们中国打麻将 三缺一就得叫我 叫我完完我就会了 跟他们打 他们这个反应就不一样 实际上越来越小事 就跟他们融入度越来越高 喝咖啡聊天打盘 他们就觉得说王就是我们的人 就是文化 就是说和可以互相随俗 与球员们打成一片以后 训练起来也就更加的轻松 经过一系列的强化训练 王大勇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不到半年时间 比利时乒乓球队 就从欧洲的乙级球队 提升到了甲级球队的行列 1991年 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千叶举行 千叶大战 中国男团跌落至第七名 而王大勇率领的比利时乒乓球国家队 却闯进了团体前四名 让世界为之震惊 那次成绩我们是突出的好 就对比利时来说 我们从机场回来 从千叶飞到比利时的布多塞尔机场 上百人的直接到飞机底下去欢迎我们 当时对我来说 我第一次有声参加 带着一个队参加世界锦标赛 这个兴奋度 我当时真是不可形容的 怎么这么受欢迎 这次比赛结束以后 王大勇在比利时执教两年的合同也即将到期 随后 比利时乒乓球国家队 又与王大勇签下了一份 为期五年的执教合同 然而正当王大勇享受着胜利喜悦的时候 却遭到了身边一些朋友的不理解 作为我来讲 我当时对王教练这个做法也有看法 我们理解不到他那个角度 就是说 所以有很多年 我都是不跟王教练接触的 就是 我们是同期到达比利时的 但是前十年 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接触过 当时有一种舆论就叫海外兵团 那舆论就报纸 我们老看报纸 都说着海外兵团 好像这个一起什么 就是对中国对构成威胁了 什么这个 后来我就提出一个海外兵团 应该是改一个字 叫海外使团 咱们每一个人就是一扇小小的窗户 这个窗户就是中国的窗户 因为你不论走到哪个人一看中国人 这是永远不会变 飞翼并没有阻碍王大勇对球员们的训练 他比以前付出更多 2001年 王大勇率领 由在福丹当主力的比利时男队 出征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46届时兵赛 并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男团决赛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战胜中国 获得了亚军 却创造了比利时运动史上团体项目最为辉煌的战绩 我当时就太激动了 因为可以说一路的艰辛 一路的挑战 一路的融合 一路的这个愤怒 有了这一天 我就觉得我特别的欣慰 比利时平方球队取得历史突破的消息 让比利时举国欢庆 这些在与过来的球员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比利时国王亲自接见王大勇 并称赞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教练 王大勇成为了比利时家喻户脚的明星教练 时任国际奥会主席的罗格 也对王大勇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我认为王大勇教练在比利时所做的事情 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中国 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真诚善良 在比利时在欧洲的一扇窗口 尽管这扇窗口不是非常大 但它确实是很透亮的 确实是照射进来的一束 非常非常柔软的光芒 王大勇带领着比利时乒乓球队 在国际比赛中一次次标志性的成绩 也让比利时乒乓球协会决定 聘用王大勇为比利时乒乓球国家队的终身教练 在中比建交三十周年时 比利时外交部在布鲁塞尔标志性建筑 五十年公展厅内举办图片展览 王大勇的照片与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一同展出 二零零二年 王大勇还被国际拼联授予特殊贡献奖 一方面是传播体育技术 一方面是在做中心文化交流 现在年近七十的王大勇 为了比利时乒乓球的长远发展 筹进了一个少年儿童乒乓球训练中心 每个周一到周五 他还亲自给那些喜爱乒乓球运动的小队员 进行训练 他也希望能为比利时的乒乓球事业 付出终身的努力